Hello大家好,这里是Am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之前呢我们出了一个如何购买新车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讲讲如何在美国购买二手车 买二手车呢在这边是一个非常普遍也非常划算的事情 首先呢很明显二手车的价格会比新车要便宜 然后它的保险也会比新车便宜 并且你交的property tax也会比同款的新车要更便宜一些 另外二手车很方便练车 如果你是新车的话 新手小主门可能开的时候会担心车子被破坏了 但是如果你买的是二手车 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去开 这样你很快就会学会开车了 既然二手车这么流行 我们应该去哪里购买呢 第一个方式就是找car dealership 就是车行 我建议大家去那种大一点正规一点的车行 比如说像car max 还有品牌店它也有自己的二手车分布 里面既卖他们自己的车也卖其他牌子的二手车 比如说那个toyota 它的二手车店里面就可能卖尼桑的车 然后第二种渠道呢 就是private dealer 个人买家 有那种把车停在路边或者shopping mall 然后写着for sale的 这边卖车特别的好放 我上次去加州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车停在一片广阔的田野正中间 然后那里数个牌子写着car sale 然后还有就是通过social media来寻找车员 比如说像微信群啊 然后学校的mailing list 邮件 然后还有offer app的一个app 这个是在美国这么一个非常流行的同城卖二手东西的网站 里面有很多二手车的信息 然后还有就是像facebook 它的首页的中间有一个叫marketplace的功能 点开里面也有很多二手车 然后我提醒大家一下就是 个人买家他没有很好的售后保障 大家在买的时候要多多注意 多检查一下车的状况 像我一个朋友 他从一个私人买家那里买了二手车之后 开了一段时间就出现了各种问题 可能他当时试驾的时候都是体验不出来的 像这种情况由于没有法律的保障 所以他只能自己贴贴钱去修了 在你想好了去哪里买之后呢 你应该如何挑选呢 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重要的因素 你应该要考虑的 首先是安全事故 出了安全事故之后的 那个警方那边会有存档和记录 但是如果他们是私人解决的 这个交通事故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查到的 然后关于车子的年份 有些个人的卖家 他可能会谎报车子年份 所以你最好自己亲自去确认一下 还有牌子方面 日系的车它的贬值是比较慢的 所以它降价空间会比较少 而欧美车相对来说 你砍价的幅度会大一些 再一个就是它的转手的次数 很明显嘛 就是这个车以前有多少人车主 车主越少 当然是越好了 然后关于里程数呢 如果你发现这个车年份比较近 但是它的mile数却非常多的话 就说明它经常跑长途 这种车我是不建议大家购买的 因为经常开长途的话 对车子它的损耗度会比较大 然后还有就是 我不太建议大家买 那个车的里程超过 10万mile以上的这种车 它的安全数数也会比较低一些 以上我说的这些信息 大家都可以通过VIN number 在Carfax上面查到 如果你是从车行购买的话 它会 dealer会直接给你一个Carfax report 那个是免费的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车子相关的所有的历史的信息 但如果你是从私人方面购买的话 你可以先尝试去找它要 如果它不给的话 你就得自己上网去查 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个 Carfax reporter的一个sample 一个样本给你们看一下 我要展示的这个样本 你们可以看到是一个2005年的Honda 它上面有它的VIN number 然后这有一个大的菜单 里面有它的以前的owner previous owners 还有它的service records 就是它曾经做了哪些maintenance 维修啊或者换机油啊 这些服务的 很清楚 你还可以看到它最近的一些 历史的记录 以及它上一个owner是哪个地方的 这些信息都比较的具体 关于车子的磨损程度呢 在你去试驾的时候可以看到 现在就在一辆车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 它有一个mileage 就在这个表格里面 像这个车是9万多mile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买这个车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个glove box 这个地方 里面一般会有它的menu 就是那个手册 里面有车子的各种详细的说明 然后你还要检查一下 车子的各种灯 左转向啊 右转向啊 然后远光灯啊 金光灯啊 然后还有这些储物的功能 以及空调 AC的功能在这边 不要买回去之后 连个空调都开不了 这样热的天气受不了 在检查完了这些灯之后呢 你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个内置椅子有没有 不能移动 不可以调整的 还有这个雨刷是不是正常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在试驾的过程中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方向盘 它是不是对准正前方的 当你这样挖着中间的时候 因为有的方向盘 它可能是个歪的 你可以可能还需要去做一下校对 我刚才呢 已经打开了这个车的引擎盖 然后你们在挑的时候 要注意看一下 它的发动机的部分 有没有生锈啊 或者被腐蚀 像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车有可能被水泡过了 会严重影响车的安全系数 其实它再便宜 我也不建议大家去买这种车 然后就是你在开车试驾的时候 要注意听一下 这个发动机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声音 比如说声音突然变得很大呀 或者声音突然变得很小 这种都是不太正常的 然后刚才忘记了说一下 你要测试一下它的刹车的领米度 你可以测试一下你踩的时候车子的反应 在挑选好之后呢 就要进入交易阶段了 记得你要找买家要那个state inspection的单子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不太靠谱 然后不太懂车 像我这种无法判断车子的状况的话 可以去做一个mechanical check 找专业人士来帮你判断 如果大家是去车行买车呢 具体的交易的流程 请参考我们之前出的那个买新车的视频 这里我要着重讲一下 关于二手车中个人买家的交易过程 首先大家尽量选择一个安全一点的公共场所去交易 关于如何付款呢 有些卖家他不接受personal check 就是个人支票 他只收bank check bank check就是说 是银行直接开个你可以当现金用的那种 或者是他接受cash 然后银行转账 这个根据你实际情况来处理 记得你在去DMV办手续 办那个交接手续的时候 你要买好自己的车保险 我当时去买的是那个progressive的保险 因为我当时只有permit 还没有那个license 然后我在网上先比较了一下各种车保险 那个progressive是比较便宜的 一个月也就几十块钱左右吧 如果一切都谈定了呢 你就可以跟车主一起去DMV 我提醒一下这个DMV不是你们去考驾照那个 是一个license agency 它专门办理这种title transfer这种业务的 然后你在办手续的时候就会把车子转到买主的名下 到时候它会给你一个新的牌照 所以这个你不用担心 然后关于办手续需要的具体的材料呢 请参考我们的Amy说一说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会有详细的资料 你们可以记得去看一下 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car title的小故事 就我有一个朋友嘛 他们是在以前是在犹他州 然后当时呢他们的title下面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的名字 然后但是在他们那个州呢 他平常去办理这些车相关的事物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了 他现在搬到北卡这边来了 北卡这边DMV特别变态 必须得他们两个人一起来办 也就是你的title上是哪些的名字 如果你写了几个人他都得一起过来办 就比较麻烦嘛 所以大家在把名字加在自己的title上的时候 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先问清楚需不需要这么麻烦 感谢观看